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GCJ2018实战精准快速算量课程 我是蒋世南山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板的试图 通过前两节我们学习板的制图规则和板的节点构造 我们现在要能读懂板它所表达的钢音信息 那么板我们试图的时候要收集哪些信息呢 对于板来讲它所涉及到的这个信息 我基本上给大家罗列了一下 那么罗列下来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分像的一项一项来给大家去说这个事 所以先看第一个板的分布巾 你第一个要明确什么是板的分布巾 它在哪个位置 板的分布巾是在负巾下方 好,那这个分布巾呢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好几个图纸 比如像我们这个图 我们这个图是这样去 我们这个案例 案例里边在9.4.4条 它是这样规定的 线胶板板面 受力钢筋需要按照负表9.4.4 来进行设置 我们就在4.4在这儿 它就说你小于等于板后小于等于140的时候呢 我的分布巾是按照A6兼具200来进行布置的 如果说你的这个分布巾 它的板后大约了150到180 那么它分布巾布置的时候是按照A6兼具150 它是这样去布置的 那么再来看几个图纸的说明 比如说我们这个也是一套图纸呢 我们是这样来说这个板的附加钢筋的 单向板我们要按照表10-5 双向板呢 是按照A6兼具250 那么它让我们参照这个10-5这个表呢 就是这个表 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区分一下 什么叫做单向板 什么叫做双向板 好 我给大家说一个概念 在我们结构混金属结构的这个设计规范当中 我们是这样规定的 就是说你板长边比上短边 如果说长边是短边的三倍 就大于三 那么它就是一个单向板 那你想吧 长边是短边的三倍了 是不是这个这个板是不是又细又长 对吧 那它就是单向板 如果说长边比上短边是在2到3之间 那么我们一按双向板 当长边与它的比值小于2的时候 我们应该按双向板 这个地方呢 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 为什么要区分一个单向板和双向板 我现在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给你一根筷子 这个筷子是越长越容易折断的 还是越短越容易折断 大家肯定会说 那这是一个常识吗 肯定是越短越容易折断 那越短越不容易折断 那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在短的方向它能够承受更大的力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单向板的话呢 就是在短的方向 我们这个配件一般都是要大一些 或者间距会小一些 对这个长项的话呢 我们就不知道就没有那么多 根据我们这个结构里边的规范的要求 我们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板应该怎么去选 我告诉大家我们就这样去看 正常来讲 我们是 就严格按照设计走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 给它区分一下单向板和双向板 对吧 那么我们实际在操作过程当中 应该怎么去 我咋知道哪一块板是双向板 或者哪一块板是单向板呢 我们这样去处理啊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板的这个图 对吧 你找什么呢 你找又细又长的这些板 你比如像这个板 这个短边就宽的方向是不是短一些 这个方向是不是长一些 那你就测量一下 这个是多少 这是1米1 然后这个呢 是3米1 那3米1比上1米1 是不是小于肯定是小于3的 对吧 大于2小于3 那大于2小于3是按照1按照什么 是按照单一 是应该按照这个双向板吧 对吧 好 那你就大概瞅一瞅 这里边 还有没有就是这种情况 没有的话 那整个来讲啊 我们这里边 对我们这套图纸来说 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单向板和双向板 那么我们经过验算完之后 它就不存在什么 它就不存在这个单向板这一说 那你在设置这个分布金的时候 就直接按照什么 是不是直接按照我们这个双向的这个分布金 来进行布置设计就可以了 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它真的存在有某一块 是这个双向板 那你单独的选中这一块板的附近 再给它布置这个分布金的时候 我们给它布置上去 就可以了 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先判断一下 整体判断一下 我这里边有几块 对吧 如果说像这种比较细长的我都判断完了 它就没有 那我这个地方就就不存在单向板 好 是我们是这样来区分的这个分布金 这分布金的信息呢 就是告诉大家 第一个有可能出现在哪 出现在我们版的文字说明里边 还有一个还有一张图的 也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版的这个这个一块板 这块板呢 它在我们的文字说明里边也有标注 就说我们版的分布金是什么样子 是A6坚异200的 这种打斜杠呢 它的这些板的分布金呢 也是A6坚异200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分布金会出现在两处 第一处呢是在结构总说明当中 第二种呢就是在这块板图当中 这个大家在读图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第二个呢我们说这个板高和这个板后和这个标高 这个板后和这个标高呢 其实我们之前学了什么 学这个规范的时候 就是这图规范的时候 就是按照这种来表达的 板4H1等于120 就是我们这个案例 底部的钢筋是RX方向C8坚异180 然后这个方向是C6坚异130 对吧 那么我们也需要看一下它这说明 什么说明呢 因为你光看这个地方 这块板你知道它是楼板几吗 不知道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图示说明 特别会说没有标注的楼板就是楼板1 好了 那我就知道这是楼板1 这是这是楼板1 这是楼板1 楼板1的配金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板后是100 然后它的这个底部的配金是这个样子 至于这个原位标注的 那么你就看你单块板上面 它是怎么标注的 对吧 然后板顶没有著名的数值均为C8坚异200 什么意思 你这个你这个D8 比如说你这个位置啊 它没有标注 那就是C8坚异200的 如果不是C8坚异200的 你像这个位置标注了一下 它有多少 就是C8坚异130的 它是这个意思 那么对于这个板的这个标高呢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什么 看一下这个对应的这个说明 比如说我们这个说明吧 它会一般情况下 我们遇到最多的是这种形式的 我们没有著名的板后 均为100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图里边 有没有出现楼板1 楼板2楼板3的 没有 就说这块板它没有标 那说这个板是多后啊 就是板后是100的 像这块板它很特殊 那我就标出来这个板后就是140的 那么对于卫生间厨房阳台 一般情况下 我们住宅楼 这个板后呢就是90后 而且卫生间的标高呢 要往下降 阳台的标高也要往下降 厨房也要往下降 其中卫生间我们要降的是最多了 这个就看它各自图者的这个说明 这是我们的板后 然后是我们混净土的标号 对于混净土标号呢 其实在我们前面的这个混净土的这个材料表里边 就是说明里边这个材料表里边介绍的有 我只是给大家说一点 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个水管井啊 有可能存在有这个水管井 比如在像我们这个图里边像这个位置啊 这是水井这是电井 水井和电井呢 它有的时候会这样描述 会说这个地方先把钢筋绑好 然后等我这个管子全部走完之后 然后我最后在高一级标号 或者说与它同级的标号来进行走 那么这一块的混净土标号 你得注意给它区分开来 然后我们这个板底部的这个配金 板底部的配金呢 对于我们这个本套的案例呢 我们就是按照什么 是按照我们这个板的板的这个说明 对吧 板的说明里边 它底部的这个配金是什么样的 我们就配什么样的 那么像这种图 你看 像这种图 它会在这个 它会在这个 说明里边啊 它会给你集中说一下 说图中没有标注的板的钢筋 不管你是顶面的钢筋 还是底部的钢筋 它都是C8进入200的 然后顶面 附近分布下边 下边的这个分布金呢 它就是A6兼入200的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像这个 大家得会看 哪个是底部的钢筋 哪个是我们这个面积啊 像这种符号 看到这种带钩的啊 都是我们底部的钢筋 然后像这种弯折的 往下弯折的 然后这个就代表我们底部的这个负金 底部的负金 这个大家得能看 你像这个白色的线 它就没有跟我们标这块白底部的钢筋是多少 那就是按照我们的说明 它是C8进入200的 那么对于这个分布金呢 就是像这块板里边 它也没标 我们这个附近下边 它的这个分布金 它的附近也是C8进入200的 刚才已经说了 它这不标都是C8进入200的 它底部下边这个分布金是A6进入200的 它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你看它的图中 如果一旦出现了像这种 阴影的填充啊 等等 你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图例 它图例代表什么意思 这些板底部的这个配金 就不再是C8进入200的 而改成了多少 C6进入140 它的分布金是A6进入200 就这些范围里边 能力什么意思吧 这个它虽然没标 你也不能按照C8进入200 因为它是阴影区的 阴影区的没标 那就是C6进入140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问题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板的面积 面积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看什么呢 看它是不是这个双往双向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图纸 我给大家找个顶层的啊 像我们顶层的 它会告诉我们双排双向拉通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符号 是不是往下弯的 这个是不是就是它代表的是一个双 双往双向的这个钢筋了 对不对 其实呢 这个图它表达有点复杂啊 这个它整个顶面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我们一个双往双向的 这个这个配金 双往双向的配金 对于我们的负金配金 以及这个负金的伸出长度 我们以我们这套图置为例啊 比如我们这个位置 还是那句话啊 你没标的 顶部的配金没标的 都是C8接近200的 这个位置 就是C8接近200的 这个标这个标注了一下 我们就按照原文标注 就是C16 间距160的 间距16的 那么附近的伸出长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这个900 究竟是从这个制作的中心线开始算的 还是从这个两边开始算的 还是从哪开始算的 像这个900 你是从这开始算的 还是从制作中心 还是从我们这个外侧的边开始算 这个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啊 这是我们画板 必须要调整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一般情况会出现三种 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在总说明里边跟我们说 他用文字来表述 说板上部制作非贯送钢筋 伸出长度 要从板制作内侧 靠近板跨一侧的梁柱 强套的边开始伸 其实我们转换过来 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边是不是我们的 这里边是不是我们的板 哪个边离我们的板 是最近的 那是不是相对来说 这个是内侧 所以我们这个850 应该是从这到这开始计算的 比如说你在计算这个钢筋的时候 是850再加这个梁的一半 这是上部的钢筋吗 到端部 不是 这个是到加制作的宽度 上部进行 上部进行加制作宽度减压保护层 往下弯着一个多少 弯着一个15 然后这个方向出来就是850 然后再加一个向下的弯钩 向下的弯钩是板后减去两个保护层 那如果说这个850是从中间开始算的 那你算的时候 这个长度应该怎么算 你看一下这个梁的这一半是多少 然后这用这个 假如这个梁是200 那它一半是100 100减去保护层加上850 再加上这个弯钩 也就是说它俩会错这样一个距离 那么我们这道图里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比如像这个钢筋 像这个钢筋 它就是从这边开始算的 对吧 像这种钢筋 它中间跨了一个板 那它就从这开始往这算这个850了 这个大家应该明白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它并不是在总说明里边说 它是在我们下面这个文字里边说了 它怎么说 它说我们板上部的钢筋 都是从梁或者墙的中心线开始算起的 那什么意思 那比如说我这个钢筋 我想算这个钢筋的长度怎么算 那很简单了 你从中心线 这个是从中心1米1 这中心1米1 这边再加个板后减两个保护 这边加板后减两个保护 好我这一个钢筋就算出来了 然后还有一种形式 就是在我们这个说明里边 我前面文字我就不带大家去看了 它这样去表示 比如说我图纸上标注的就是这种情况 给你标个1米1或者多少 对吧 那这个1米1是从哪个边开始算的 它上面给你标注这样一个棋指位置 棋指幅 它这样一标 这样一标的话 我们看的就很明显 它就是从我们这个制度的边缘开始算 对吧 包括像这个位置 像这个位置 这个A和B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说你这两侧的这边是1米1 这边是800 它不一样了 它就表示一下这个意思 那么这是我们板腹筋 以及板腹筋的这个伸出长度 板腹筋的伸出长度 那么对于第七个就是板温度筋 温度筋什么意思 之前也给大家说了 你首先先觉得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在我们这个板的正中间 上部是空的 如果说它上部就是一个钢筋网片的时候 你觉得它还有必要再去设置这样一个温度筋吗 它就没有必要设置这个温度筋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你这个图纸上真设计出来这样一个问题 真设计出来这样一个节点 大家要注意了 我们图纸里边说的这个温度筋 跟我们这个附近的搭线长度之道 是不是一个LL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个300 那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调整前面这个节点 把节点的这个LL改成多少 改成一个300 所以这个就是你至少 你至少得知道 我们为什么学习的时候 先给大家去讲我们的这个图纸里边的规定 你只有了解规定之后 你才知道这个地方可能跟我们算出来 这个是有偏差的 对吧 那300我必须要调 它是这个情况 然后呢 这个一般都是在哪个位置有 就是我们会有这样一句话 屋面板要增设这个温度筋 就是在顶部 只要它顶部不是双往双向的 中间有这个空白的地方 我们都要去对它进行布置 等到我们会图的时候 会给大家说温度筋怎么去布置 然后你再看一下图纸里边 对这个温度筋 跟我们这附近的搭级长度 需不需要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第八个呢 是我们这个板附加钢筋的信息 板附加钢筋的信息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什么叫附加呀 附加是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我再增加的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 我们这个我们就拿这个例子给大家去讲一下哈 本身我给大家去说了 本身我们这每一块板都是双往双向的 对吧 双往双向的 然后呢 它在这块板里边底部呢 又标注了一个附加的C8间有200的 我们看一下它原本底部的是不是也是C8间有200的 对了 这个在这上面啊 原本也是C8间有200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正常的该部这个C8间有200 布置C8间有200 然后呢 我在插控再给你布置一个C8间有200的 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吧 我这是一块板 本身我是按照要求是不是间有200的去布置了一个 现在你就让我附加间有200 那我从这个中间布置第一个 然后再布置一个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你这个地方就是C8间有100的这样一个布置的一个情况 附加什么意思呢 一定记清楚 它是在原有的技术再增加上去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些都是双往双向的这些钢筋了 那么这个地方还又附加了这些附加的钢筋 它是不是你还得正常的去给它布置上去 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所以大家注意了 凡是带附加的 大家要毫不犹豫的 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往上去布置 如果说软件提示你这个地方 已经布置过了 你重叠布置了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就是 这个重叠布置了 我就不布置了 不是我们要按照图纸的设计意图来去往上汇载 往上汇制这个信息 而不是按照软件的这个提示去进行信息的汇制 这个地方有点类似于什么 我们法板里边是不是有这个附加的钢筋 你想我们法板是不是刚开始也是一个双向双向的 完了之后再去布置这个法板的附加钢筋 性质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不要害怕 然后是说我们这个板的这个仰角放射筋 其实板的仰角放射筋呢 我这个地方也没有找到图纸 没有找到图纸 我看一下我们这里边有没有 这里边有 我们本身这个位置就有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其实现在的图纸 除了我们有这个板的平面图以外呢 它对应的还有一个叫做模板图 这个模板图里边大家要看几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 我们这上面会有这个构造住的位置 第二个信息呢 我们就是有些墙呢 它是直接切在板上的 就下边没有凉 那么这样的话呢 板呢 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啊 把这种墙叫做灯空 就下边没有凉的 直接切在板上的 这个板呢 它本身的承载能力是非常低的 非常低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在这个地方的钢筋呢 进行一次加强 进行一次加强 就多放几个钢筋 那么这多放几个钢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F 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个首层的 这F1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顶部放两根C10的 底部放两根C10的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什么 仰角放射筋 仰角放射筋呢 我们也是需要看这个说明 就什么意思 我直接给大家去画上去吧 就说这个仰角呢 它会跟你说 我这个位置啊 要放几根几米长的 这个跟我们的法板性质是一样的 比如说七根C12 然后一米四长的这个钢筋 那你数一数 我这个地方一共有几个仰角 我们在这个 在软件当中啊 在我们这个工程量里边 有一个表格输入 我们把这个量的输到这里边就可以了 就这个意思 好 仰角放射筋呢 板的仰角放射筋 大家一定要去看 好 第十呢 就是我们板洞口的附加钢筋 那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 我这个板这个地方是不是开洞了 我们墙开洞了 墙上墙的周边 是不是要增加这个 呃 我们的附加钢筋 对不对 那么板呢 这个地方也是需要增加这个 附加这个钢筋 那么我们 例如我们这套图纸里边 对这个说明里边 对对它是这样规定的 说板洞当中 你留的这个洞的这个边长 如果是小于等于300的时候 我们这个 我们直接看这个图级吧 它让我们去看16G 101D 110页和111页 好 110页什么意思呢 首先 如果说你这个巨型开着洞口啊 不大于300 或者圆洞呢 直径不大于300的时候 我们打个弯就过去了 明白什么意思吧 像这个不是真的断了就断了 断的话怎么办呢 遇到洞口 它就是弯下去 弯折下去 弯折下去之后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减两个宝物层 就行了 这个地方就不再管了 如果说你大于了这个300 它就分情况了 比如说你X方向大于300 这个Y方向都大于300 那我要有补强钢筋 其实这个补强钢筋呢 是要设计著名的 如果设计没有著名的话 就按照我们每边 不少于两根C12的这个钢筋 来进行布置 像我们这个没有说明 那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我这个洞口啊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开了洞口 那你开了一个洞口 我这个地方就要布置 这边要布置两根 这个C12的这个钢筋 这侧也要布置两根C12的钢筋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而且 而且就是说你X方向 外方向的这个补强的这个重金呢 要深入到制作 博物方式和我们板的钢筋性质是一样 你顶部的是顶部的 这个底部是顶部的 如果说你不深入制作的时候 应该按照设计的取定值 什么意思啊 你像我们这个是按照这个 突击走的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深入这个制作里边去 这两根钢筋 这边呢 两根呢 也是要深入这个制作里边去 明白什么意思吧 这样子 那么有的时候它会怎么设计呢 你比如说我们接着看我们的这个图吧 好 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的话呢 它就是跟刚才这个设计不一样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不让你升到这个制作里边去了 就从这个洞口边往这边过来一个450 就行了 但是在短边方向 你看好了 这是在短跨 在长跨方向上 我就不再去往这个 就是在长跨这个方向 就不再去往这里边了 就从这个洞口边过来一个450 有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给你标一个LA就行了 然后在短跨方向上呢 必须要贯通 为什么呢 我跟大家说了啊 筷子呢 越短越难折断 也就是它的抗 就是它受力的这个情况就越大 这样以后这个力呢 都是做用在这个短跨上的 所以呢 这个短跨方向呢 我们必须要这个全部的拉通 全部的拉通 如果它是底部的话呢 就到我们制度的中心线 就可以了 那这个怎么算呢 你这边到制度的中心线 然后这边再加一个450 或者我们设计了一个LA 再加一个LA就可以了 这都是按照这个图纸设计说明的 那么这是洞口的这个附加钢筋啊 洞口再次给大家说一下 很重要啊 你这个洞口如果不开 或者说它旁边这个你光开了一个洞口 而不去计算这块的附加钢筋 那么你算出来这个量呢 可能一栋楼里边如果量比较 楼层比较多的话 这个量可能有好几百公斤 好几百公斤的 好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下一个啊 我们板里边是否存在拉筋 这个我不过多的去说啊 这个如果大家画画这个人房地库的时候呢 其实在我们发板里边我也说过了 要设置拉筋 在这个人房的顶层这个楼板呢 也要设置这个拉筋 第十二呢 也是不再去多说了 这个主要是在我们非 就是乌梁楼盖板 就是一个平板 平板呢 它里边可能存在这个暗梁 这个暗梁 在板里边怎么叫暗梁呢 它肯定是跟我们的板是同厚的啊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 然后第十三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板的这个钢筋 呃布置 看是否有拉通或者贯通的字样 为什么要这么去说呢 比如来讲 大家看到这种情况了没有 就是说它就简单的给你表示一下 这红色的呃 这个是我们面部的这个钢筋 然后这个位置也是我们这个面部的钢筋 然后这个是底部的钢筋 它就上边给你给标语 我就是双方双向的 就代表这个意思 那有些人就犯难了 我这个地方究竟是应该是按照多板 全部给它选中 然后直接一下子给它布置上 X方向和Y方向 它的上部筋和下部的这个筋就可以了 还是说我要一块板一块板 给它这只一块板双方双向 一块板双方双向 它这样去布置了 好 跟大家去说一下 这个地方你就看它上面有没有拉通字样 它如果有拉通字样 大家还必须把这些所有的板全部选中 然后一次性给它布置上去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这根钢筋从这个位置起 一下子全部拉通了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 如果说它上面没有说带这个拉通 那它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每一块板上是双方双向的 有些人说它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大家去说一下它的区别在哪 正常来讲 我们的板如果说你要是这样去加工 这样加工 不光是加工的麻烦 因为它的这个长度是不是不太好控制 另外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施工起来也是非常费劲的 你比如说我这个梁起步的间距是 比如说我们这C8间200的吧 然后这个位置起步100 然后开始放这个钢筋 对吧 那有可能放着放着 这个是还要穿过这个梁 对吧 有可能是在这个梁的范围里边 我也要布置一个钢筋 这个它施工起来是非常麻烦的 而且下料也非常不好下 正常来讲 我们如果没有拉通字样的话 我们是按照什么来布置 就是一块板一块板布置 你想吧 一块板它的这个 你就要割开以后 它每块板是不是它的长度 都是固定的 对吧 它加工起来也好加工 这个工人适工起来 我这个下完料之后 我就给它放到这块板上 我绑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我们到后期的话 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两块板 就这两种布置方法 它的这个钢筋差异量 会差在哪 再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顶层吧 顶层位置呢 你看人家这个位置怎么写的 C8间距200 双排双向 就是双网双向拉通 那什么意思 那你还必须把这些板全部选中 一次性布置 因为它有拉通字样 所以这个拉通和不拉通 直接影响到 你这个板是一块板一块板布置 还是整个板选中多板 然后一次性布置 然后呢 我们第14 是我们这节课的 也算是一个重中之重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腹筋及跨板受力筋 它的这个受力的腹筋范围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随便找一个吧 那我们就说了 这个原位标注呢 它只是管这一块板里边的 它的范围 不像我们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图级里边 它给你标个2 因为这个东西我从来没见过 就是按这个跨来进行走的 那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说了 没有著名的板顶部的这个附近 都是C8间距200的 那这个C8间距200 我要从哪开始布呢 是从这个制作的中心 要到这个制作的中心 也就是说我们中间这块板的 这个边上面要布置 那么这个呢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布置 这个呢 要到这 要到这 为什么要到这呢 因为你到上面之后呢 它又出现了一个什么 C8间距200 因为啥呢 因为你看 你从这个位置是不是开始布置布置 这两块板是不是共用这个钢筋 然后到这之后呢 它是变成另外一块板 给这个板共用钢筋了 所以你这块布置这个钢筋的时候呢 它的范围就是从这 先布置到这 然后呢 再从这 再布置到这 它是这样去布置 那么对于跨板受力金 大家看 它出现这种情况 它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看这块板嘛 这块板稍微有点复杂 这块板呢 它说 我们从这个 这个钢筋我都不说 这也都不说了 说这个边上 这个边上钢筋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900啊 900是先从这 到这 然后呢 这个钢筋还能不能往下跑了 它就不能往下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用这个钢筋了 这个钢筋呢 就露出来850 然后跨着这个板 就这个长度啊 从从这个位置开始布置 一直布置到这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 好 然后再来说这个钢筋 这个板上面 你看它的钢筋 先从这个位置 是不是布置到这 只能布置到这 然后再布置到时候呢 它 你这个钢筋 这个850还能不能 还能不能继续的 一下子给它布置下去 就不能了 就 你在布置的时候 它只能从这个位置开始布置 你看到没有 过来这个850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到这块板里边了 它这个露出去的这个长度 应该变成多少 变成550了 它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要能搞清楚 它的这个布置的这个范围 布置这个范围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里边 我们比较容易就是忽略掉的 就是什么情况 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这块板 这块板是不是这边有一个边 对吧 它这边有个边 这边呢 首先从这儿到这儿 要布置这根钢筋 就是C8间域是这个130的 一边这个1150 然后呢 再从这儿 再布置到这儿 然后布置也是C8间距13 130 然后间距11 不是这个长度是1150的 然后呢 它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不给你标 有的时候不给你标 不给你标的时候 这个地方又没板了 怎么办啊 那么大家把这个 就是说把这个 就是两边 这个出现这个制作附近的 给它缩减成一边 缩减成什么呀 缩减成1150 然后还是C8间距130 把这个东西给它布板 我们这个图设计的 比较规范 我们这个图设计的 比较规范 所以呢 它这个 你所看到的这个 这个位置 它就单独给你标出来 它有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不标的 不标的时候 你也得知道 因为我这边就没板了嘛 对不对 没板了呢 那我就只能这一侧的这个附近 然后给它布置过来 好 这个是大家看这些图 你要看懂的 另外的话 给大家找一个稍微麻烦一点的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边也不说 C8间200的 是吧 它是从这个位置 布置到这个位置 好 那我们看看 这个钢筋啊 这个钢筋 它是从这儿 到这儿 那它布置的时候 要布置到哪儿呢 大家看一下 它是从这个位置 然后到这个位置就停止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 它不再往这里边伸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个板 它的表达方式 是不是在这块板的顶部 是一个双往双向的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这个钢筋 就不能再往这边伸了 那怎么办呢 你看它这个位置 是不是又过来 光在这个范围里边 顶部有这个钢筋 所以从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要布置这个钢筋 然后呢 再从这个位置呢 到这个位置呢 布置的是这个钢筋 布置的是这个钢筋 然后呢 从这儿到这儿呢 从这个位置 到这个置点 它布置的是这个钢筋 所以呢 这个图 读起来的话 它是有点稍微麻烦的 另外呢 再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呢 它就是说 在实际布置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问题 你比如像 像这块板吧 像这块板 这块板呢 它布置的时候呢 这些边的钢筋 我都不说了 都非常容易 但是这个边的钢筋 它就有点麻烦 怎么麻烦呢 你看 从这个 从这个边起 到这个范围里边 我能 就是到这个板里边 是会伸出来 这个950 那从这儿到这儿呢 从这儿到这儿 是不是就没有了 没有的话 怎么办呢 没有的话 那你只能就是说 光布置这个单边的 C10间级180 在这个范围里 也给它补上去 你不能把这个 再跑到这个范围里边 因为这个范围 它只在这块板里边 有用 明白什么意思吧 好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这个钢筋 在这块板里边 我是不是只能布置到这 对吧 只能布置到这 然后呢 我这个钢筋呢 你看 再往下布置的时候 这一侧 是不是要布置 布置这个钢筋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钢筋 是从这儿开始布置的 是不是应该是 从这个布置开始布置 因为你这个600 你敢往这儿布置的话 那这个600 是不是相当 你就跨板了 是吧 我说过 我们这个东西 它只能管一块板里边的东西 它就存在一个什么 它就存在一个三角带 这个三角带里边 是不是没有钢筋来进行 这个汇制转 那怎么办 其实呢 这个长度并不多 大家可以测量一下 大概的 就是500左右 也就是放200的话 就是放不到三根钢筋 那这样的话呢 怎么办呢 我们按照这个大的去走 什么意思呢 这个950在这里边 还能不能布置 不能布置 就从这个钢筋 接着布置到头 只是说 它这个钢筋要从这截断 它只是布置 从这到这 这个1米1 这个范围里边 因为这个 即便是这个地方 700和700 跟这个钢筋 在这个地方有点重 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还是按照大的去走 这是为了保证 我们结构安全的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主要的就是 要能搞清楚 我们的百负筋 和跨板受力筋 它这样一个布置的范围 那有些人说 好像你们在上节课 我们讲的时候 没有提到跨板受力筋 这样一个这个概念 这个跨板受力筋 是广联达里边 它自己 这个 一个说法 什么意思呢 就像这种钢筋 正常来讲 你这边 这个边是不是有个制作附近 这边有个制作附近 而且你这个板的 这个正中间 是不是也有 这个 也有这个 顶部也有钢筋 而且你们的 直径的级别 包括从这个位置 起步的间距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这个地方 直接就给它 设置成一个了 这个都是我们的 顶部的这个钢筋 大家记住好了 而且它中间 是不是跨了一个板 对吧 它有可能跨一个 也有可能跨两个 所以这种钢筋 我们就把它取名 叫做跨板受力筋 跨板受力筋 那么好 大家呢 就是说 看图的时候 只要能把这些信息 给它搞懂了 那么我们这个板的试图 就基本上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么我们这节 下节课呢 就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要带大家去绘制 手工绘制 我们的这个板的受力钢筋 这个板 它其实也是可以识别的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 采用自动识别 因为自动识别 尤其是对于这个新手来讲 它识别完之后呢 它有很多地方 提示你钢筋这个重复 这个钢筋的重复呢 有些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增加了 这个附加的钢筋 或者说一些其他一些情况出现 那么你就盲目的把这些区域 给它调整过来 那么有可能导致我们的工程上错误 如果说你不熟的情况下 我不建议这个新手 大家采用这个自动识别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还是先从手动绘制 然后再到我们的识别 然后就是从基础到手链 给大家去掩饰一层 它的梁应该怎么绘制 会更容易让大家接受 而且它的准确率更有保障 好 那么感谢大家观看 下一节课呢 我们讲解 这种板的钢筋 这个手工绘制 好